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那么明天的天气状况会是如何呢 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气象主播老外 老外请说 是的 怎么着呢 各位观众朋友来 活着就晚安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我是老外福多 今天白天各地呢 都很有夏天的氛围 因为路上不少行人 都穿着短袖短裤出门 确实在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温度 都非常的高 而今天的最高温 就出现在人口数比较多的台北地区 时间就在中午的时候 有高达32.8度 有接近到33度咯 这也已经是夏天里面 基本的温度呈现了 不过提醒等等要出门的观众朋友 现在入夜之后 温度会稍稍地转凉一些 记得嫁件外套出门 避免着凉了 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卫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明天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华南地区 有一道这个封面云溪 一直延伸到这个华北的沿海地区 不过我们同时间也可以看到 这些云气并没有很明显地 一直往我们台湾地区来接近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 薄薄的云气一路 所以今天各地的云量 也都明显地增加 但是到了明天 这些云量会更加明显 所以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注意 加上现在温度高的关系 云量又多 在护卫活动 感觉就会比较闷热 而且明天在我们中部的山区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发生 不过雨量雨势都不会太大 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以放心一点 而关心完了天气 至于明天的温度上呈现 就是如何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 明天在温度上的一个呈现 未来温度是不是会 一直往上标 我们就接着从地面天气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 从地面天气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就是刚刚所提到 这个风变云气 明天会再来到我们 台湾北部的海面 明天的风向 是吹偏南向的风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的温度 跟今天相比 变化不会太大 都是属于比较闷热的 但是要提醒 在西班部地区活动的观众朋友 因为天气好的关系 早晚的温度都还是偏凉的 而且日夜的温差 会是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早出晚归的观众朋友 明天出门的时候 这个外套还是要记得携带 另外也要提醒 我们在海上作业的云民朋友 明天因为近海的风浪 会稍微转大一些 最高的浪高会超过两公尺 所以在海上作业的温民朋友 也要多加注意自己的安全 至于明天 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 山海气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白天的天气 各地云量会再比今天增多 纵然有降雨的机会 但是雨量雨势都不会太大 另外随着温度逐渐回升 在外活动会是比较闷热的 提醒大家要记得 适时的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